那时正是犹太人的庆节 耶稣遍上了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靠近仰门有一个水池 西伯来语叫贝特杂达 周围有五个走廊 在这些走廊里 躺着许多患病的 瞎眼的 瘸腿的 麻痹的 都在等候水动 因为有天使按时下到水池中 搅动池水 水动后 第一个下去的 无论他患什么病 必会传愈 在那里有一个人 患病已三十八年 耶稣看见这人躺在那里 知道他已经病了多时 就向他说 你愿意传愈吗 那病人回答说 主 我没有人在水动的时候 把我放到水池中 我正到的时候 别人在我以前已经下去了 耶稣向他说 起来 拿起你的床 行走吧 那人便立刻传愈了 拿起自己的床 行走起来 那一天正是安息日 于是犹太人 对那传愈的人说 今天是安息日 不许你拿床 他回答他们说 叫我痊愈了的那一位 给我说 拿起你的床 行走吧 他们就问他 给你说拿起床来 而行走的那人是谁 那传愈的人 却不知道他是谁 因为那地方人多 耶稣已躲开了 事后 耶稣在圣殿里遇见了 他便向他说 看 你已传愈了 不要再犯罪 免得你遭遇 更不幸的事 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 使他痊愈的 就是耶稣 为此 犹太人便开始迫害耶稣 因为他在安息日 做这样的事